道家创始人 老子 由陈国锋声演 先秦时期 是中国思想最开放的年代 各种学说都有本场客 以孔子为首的瑜伽思想 讲究复兴传统周礼 主张人整 而老子和庄子为首的道家思想 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如果说思想流派的形成 是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历经数千年的沧海桑田 最初的政治社会问题 可能已经不存在 不过老子的思想 对人生的反省 在每个年代 都能够带给我们思想上的冲击 从中获得啟发 欢迎老子 作为道教思想的创始人 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 特别是对生命的理解和追求 是历朝历代 不少文人忍试的追求 你的思想 还促使道教的兴起 甚至有人将你神话化 而史书对你生平的记载 偏偏又不算多 那其实你真名是什么呢 做人别太执着 我的生平其实又有多重要呢 倒不如将重点 放在我的思想学说呢 圣明都只是用来区分你和其他人 所以你叫我老子又得 李义又得 甚至太上老君都无所谓 那叫你老子 说起你的思想 对一般小朋友来说 真是太深了 甚至很多大人 都未必完全领略得到 不如先由你的著作 《道德经》说起 你所说的道德 是不是我们做人应该有的品格呢 错了 《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 里面说的《道》和《德》 和孔子他说的道德品行完全不同 孔子说起《道德》 其实是一种标准 一套准则 告诉你们 这东西是对的 那东西是错的 而我说的《道》 是天下万物的根源 《道》可以是任何东西 而《道》存在在万物的内在生命力量 叫做《德》 哦 如果要让学生哥都明白你的道理 你又会怎么解释呢 你可以这么想 那么 在宇宙未诞生之前 就已经有《道》的存在 天地万物 都是因为有《道》而生长 不过《道》 从来不会以万物之主为自居 还有 就是《道法自然》 《自然》就是《道》的呈现 而什么叫《自然》 不仅仅是大自然的环境 而是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规律 即是日出日落 潮障潮退 人都是万物之一 所以应该以自然无谓的态度 我们为人意落了一个定义 做到敢敢敢就叫人 敢敢敢就叫不仁 当标准一定立的时候 真正的人意已经变了质 谁有权和有资格去定立这个标准呢? 儒家说 人意是法治内心 既然人意本来就是人的本性 那又何必标榜它呢? 不是应该让人去顺着本性发展呢? 过分提倡 只会扭曲人意 执着在标准和表面 扰乱人性 倒不如顺其自然 活出自在 虽然你和儒家思想 有很多地方都不同 但是原来孔子曾经向你求学 那你也算是他半个师傅 哈哈 大家交流学问 何必老师、学生这么见外 那时候 我还在做周朝的首藏室史 类似图书馆和博物馆长 对周朝的礼乐也有些认识 孔子不是来找我交流一下 老夫子 多谢你年日以来 为我引见各位大言之士 令学生获得良多 眼界大开 还要麻烦你送我 大恩不言者 祝你 祝你 你太客气了 我分人钱就没有 临别之士 不如送你几句说话 当今世上 聪明的人很多 但是他们之所以遇到危难 很多时是因为祸从口出 能言善变之士 往往朝野祸害 是因为揭人瘡疤 记住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面对君主 不要自财奥物 我希望你谈记 学生一定不冥忌于心 下次再见 都未知是什么 那就等我送你到河边 有劳夫子 浪奔 浪流 唉 做什么这么感叹 河水滔滔不绝 不分日夜 就好像时光流逝不止 河水不知道流去哪儿 人生也不知道最后归宿在哪儿 其实人活在天地之间 和天地万物连为一体 天地和人都是出于自然 人有幼年 少年 庄年 和老年 这些变化 就好像天地之间 有春夏秋冬的季节交替 那么理所当然 所以 又有什么感慨悲伤呢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只要顺其自然 本性就不会亂 不信应自然 令到本性容易污染 烦恼自然产生 父子 我不是担心自己 是担忧周失衰微 大度不行 仁义不思 战乱不止 偏偏人生这么短暂 不能够对国家有贡献 为百姓谋福子而感叹 仲尼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之道 天地不用人推 自己会运行 日月不用人点燃 自己会照明 聖神不用人排列 自己有一套秩序 动物不用人帮 自己会诞生下一代 这些都是自然之道 关人的什么事 人的生存 荣辱 都是有自然之道 信应自然而行 国家自然会好 何必一定要强加离恶和仁义 反而会违反人的本性 唉 不如你学下做水 水? 没错 相善药水 天下间最善良 最接近大道的莫过于水 水 滋养万物 又从来不会争夺功劳 更加不会和任何事物起争执 当世间万物都想往上爬 水偏偏向下流 大家不喜欢的地方 偏偏水不介意 还有 天下间最柔弱的是水 但你偏偏伤害不到它 所以这些叫以游济缸 以无性有 我明白了 水从来不是争这样争那样 甚至连身处的位置 是其他人都不想去的地方 那天下间 还有什么会和水争锋芒呢? 没错 记住 当你与世无争 那天下 就没有人能够跟你争 多谢夫子 学生受教 蛤 想不到你和孔夫子都有这段渊源 虽然我们的见解不同 但对于他的好学不断 不似下问 我都很欣赏 当时我就知道 他可能未必是一个很成功的岁限 但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你的思想讲求清静无为 崇尚自然 那在政治上 对统治者的要求不是很高?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 从政者最理想是找一个具备道的内涵的人 而他不要凸显礼乐和制度的重要 因为你越标榜 民众就会用不同的形式去投机取考 走法律的漏洞 在满足上位者所谓的礼乐制度的同时 令到其他百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偏偏统治者肆意不见 亦都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欲望 这样就可以避免下属 因为投其所好 讨好上级 做出各种犯罪行为 只要统治者无欲无求 不会强征赴税 让国家自然运作 令百姓亦都无知无欲 自然生活太平 坦白说 你的思想作为人生哲学 的确是可以减少很多追求和欲望 但是如果作为政治哲学 实施起来真的有难度 因为要约束人的权力和欲望 实在太难了 中观历朝历代 除了汉朝初期 是采用过你的无谓而至 休养生息之外 之后就很少统治者再用了 反而你对淡薄名利 清静修养的人生观 对后来佛教的传入 道教的兴起 甚至是文学艺术的影响力 绝对是举足轻重 多谢老子